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大家能在拜访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老年人患有老年时代会使记忆断歇 有的老年人时代还会使脑部精神细胞损伤 那么就会导致精神功能减退 生而就会影响正常的日常生活 经济的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都将近有20万老年时代患者者 那么能找回来的概率可能就只有50%左右 可见老年时代症对老年人来说是危害非常大的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依逢老年时代呢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简单的食疗方法 常期吃呢 对于老年时代呢 都有特别好的预防作用 我们先来准备30克的小米 小米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种养味的穀物 而小米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其中含有维生素B1 B2是大米的1.5倍 而小米的蛋白质呢 含量还是比较多 而且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四氧酸 大氧酸 四氧酸能够复制人体 合成五氧侧酸 而五氧酸呢 可以帮助大脑滑动 受到限制 得到抑制 生儿呢 就提高睡眠质量 良好的睡眠呢 它是有利于大脑心理垃圾 所以在临床发现 经常呢 吃小米粥 小米饭呢 是特别有利于大脑的保健 能够防止衰老 并且小米呢 还能够补皮胃 小米呢 胃肝入皮 黄色入皮 从味觉上来讲 那么小米的胃呢 是肝而咸 所以呢 使用小米 对于拉肚子 呕吐 或者消化不良的患者呢 都有着很多的艺术 如果平时呢 肠胃比较不适 患有慢性慢炎的 胃溃疡的 可以多使用一些小米 那下面呢 我们再准备一颗 比较漂亮的苹果 用这个小刀 把苹果的皮给它削掉 不要 苹果呢 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水果 里面还富含着大量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以这个维生素A 有着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塑进肠胃道的消化功能 苹果中还富含甲 钙 钙 铭 磷 等微量元素 它是特别有助于补充体内的微量元素 生儿呢 还可以保持体内的 水电节质平衡 而且呢 苹果中还含有一定的蛋白质 以及维生素 可快速被伤到吸收 能够起到一个极速补生营养物质的作用 老年时代呢 属于一种老年性衰老疾病 所以呢 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补生维生素的东西 多吃那一些有营养的水果 可以保持身体年轻 有机化性更强 什么呢 就减少老年时代症的花生 最后我们再将苹果 给它改刀切绳薄薄的片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准备几颗红枣 加入少洗的鲜水 把红枣简单给它淘洗一下 进行给它淘洗干净 经研究发现 经常吃一些红枣呢 对大脑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作用 照了每100克含量维生素 高达380至600毫克 所以呢 也被升为天然维生素纹 维生素C呢 是可以使大脑敏捷 加强细胞蛋白质的功能 输进脑细胞兴奋 所以呢 尝试一些红枣 对于大脑呢 也是特别的好 不易的作用 红枣呢 不仅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而且还富含大量的钙铁元素 非有着一个非常好的补血 安神的效果 尤其是一些女性的宝宝们 每天呢 尖时给它丝上 三至四颗红枣 对于身体呢 真的是多到说不完的好处 不仅能养荣 美颜又补血 紧接着 我们再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相对来说 铁棍山药的营养价值呢 也会更高一些 而且口感呢 也是非常的不爽 用刀把这个山药皮 给它去除掉 山药中含有着 非常豐富的淀粉 里面还含有一种粘性物质 具有较香的抗氧化作用 适当的使用一些山药呢 有补心脑血管作用 降血糖的作用 同时呢 山药中还含有 溶性膳食纤维 对糖尿病呢 有着非常好的好处 山药中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含量 淀粉含量呢 也是比较高 慢性肾病患者呢 是要限制主食所产生的 非柚质蛋白 多吃山叶呢 代替大米白面 是很好的选择 而山药呢 它是既有健脑的作用 而山药的营养呢 也是极其的繁复 里面还含有 淀粉 蛋白质 粘液质 等多种营养物质 不惜是 里面耍含的淀粉酶 水解淀粉酶 它不仅可以为大脑提供激能 提供热量 而且还能 还能够健脑抑制 山药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素呢 能够降壮身体 脂肾 以精 实际上有很多中药呢 都添加了山药 而在争议上呢 甚至是生命的原型 都支配着各种丈夫的激荣 只有肾好 才能够更好 而这个老年时代呢 是大脑激荣的退化 所以一定要多吃一些不肾的食物 来缓解大脑的退化 并且呢 能够有效减少 老年时代症的花生 下面我们再准备一口沙瓜 往里面加入扫起的新水 这个新水呢 我们可以多来一点 然后扣上盖子 将洗开大火 把水煮开 等水煮开之后呢 我们再将准备好所有的食材 一一给它倒入瓜中 然后继续再次扣上盖子 等水再次肺筒煮开之后呢 我们再转中火煮煮个20分钟的时间 小火慢煮呢 它就更能激化出里面的香味 以及作用 这里呢 需要注意一下 加入食材的时候呢 一定要水开再加入 而小米的营养呢 才能够更好地释放出来 在中途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可以用勺子 把表面的糊沫给它撇细 那么撇细糊沫呢 口感也会更好 而且呢 也不会先不粘锅在底 等时间到了 那么这回的小米呢 也已经煮得非常的连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逆时针搅拌5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米油呢 才能够更好地挥花出来 小米呢 也会粒粒开花 而商药 小米 还有苹果 红枣一起煮呢 既有着非常好的润肺 止咳 养血安神 不疲异慧 还有剑脑意识的效果 喝起来呢 口感特别的乱乱香糖 非常非常的好喝 非常的适合 皮肾稀热的老年人 以及小朋友 或者老年人喝 他不仅养胃养胃 而且还可以防止老年死呆 对身体的好处呢 真的是多大说不完 小朋友呢 也可以多喝一些 对身体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么家人们呢 那今天养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个1 我每天呢 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视频 感谢大家的一路观看 那么咱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